我都查过你这个是打架 杀你的 杀好我都学开了 以后警察都来着 看着怕 1月7日 一则视频显示 湖南长德汉寿县某菜市场附近 一名男子面部朝下倒地 地上有血迹 有人说警车都来了 快点送医院 据大碗新闻报道 蒋家腿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警方正在抓刑凶者 受伤男子死亡的消息是谣言 1月8日 附近商户称 事发时间为昨天下午30左右 伤者60多岁是附近居民 行凶者是一名单身汉 30多岁 听说是两个人打牌发生的矛盾 他称 行凶男子已有智力障碍 现场多人将他的刀夺下 随后警方和救护车不许赶到现场 目前菜市场正常经营 汉寿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伤者已在医院治疗 具体上人原因需跟蒋家嘴震核实 至于是否通报 其称 如果影响恶劣 会反应给领导 由相关部门进行说明